港股在冲破19000点之后了 我们看见港股在这个20000点之前有非常大的一个阻力 过去几天来讲都出现一个所谓上落震荡的局面 虽然是一个比较外回比较利好的消息之下 昨天股市都没有一个非常之好的一个情况 反正今天来讲我们看见上午的股市回稳了 这个对我觉得吧 主要是在市场上面真的是所谓的一些负面的消息真的是不多 反而是因为部分的券商他们有一些所谓灿淡的言论 可能是影响到一些外围股市的一些表现吧 但是无论如何吧 我个人认为在20000点之前 这个股市了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阻力 在这方面来讲还是有一些部分的基金呢 有可能会减失啊锁定利润 所以这方面来讲 我觉得投资者必须要留意这段时间 还是会有一个上落震荡的一个局面的